李孟居他在過去也參加一些活動 這樣的活動 因為他並不是只有一次兩次 他參加過還不少次 那結果在過去 因為他也在中國做生意 他進去好像都沒什麼問題 就這次就出事了 可是我覺得不是因為他們要對聯合國協進會 而是因為說 他就是認為 那他就是在那邊那個 在那裡的時候 讓人家就瘋到 那這個地方我要去處理他 我用間諜 間諜再來弄 那間諜罪的話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機關 那機關就是聯合國協進會 是這個樣子 東東西洋把他湊過來的 也不是說是真的要針對聯合國協進會 要做什麼事 所以說李嘉爾 他要李孟居 他曾崩潰 如果去那裡會抓 我覺得現在就會抓 因為已經已經認證聯合國協進會 捐錢給你們 間諜單位 這算間諜就對了 所以說包括那個鄭宏妤大哥 你有貸款 你是幫間諜機關 情資單位 我幫了主持募款 那我沒有拿錢 我沒有拿車碼費 你幫間諜機關 還捐出來 他還捐出來 那應該還捐出來 沒有用了 你只要幫他募款 你現在就已經那個犯了 那個什麼 幫間諜組織在工作 這樣一個罪名 你去那找他 你覺得李孟居為什麼會咬你 當然這個是在中共 他已經被對岸 中共所謂的這個國安的機關 已經扣留一年兩個多月 正常人在那個地方 三個月就已經受不了了 這種言行逼供長期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去 因為我昨天看李孟居的這個 整個影片 發現他的神情非常的奇怪 而且他頭歪歪的講話欲言又止 所以我認為這個 當然在這樣子的一個 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一個民主的一個國家 而且在這樣子威權的統治下去 去對他做了很多的被強迫的一個行為 我是說他如果要教嘛 去教蔡英文怎麼教你 所以我覺得莫名其妙 就是說昨天央視也好大一個篇幅 在中共的中央電視台 也好大一個篇幅 一直在講我 然後甚至公佈我的護照相關的一些資訊 甚至還派了很多所謂的五毛網軍 然後在我的臉書 他們翻牆過來 然後在我臉書 留了樂樂等一大堆留言 甚至有一個非常誇張 他還說 他還說你看你好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新戰指揮部 屏東分部三級指揮員 今天接獲上級命令 作為戰爭前的收尾工作 在陳亞臉臉書進行數據監控 我們已經將你的信息圖片 入境大數據 請問是否可以對你進行採訪 以便進行戰爭後的媒體宣傳 這是傳給我朋友 不是把我朋友傳給我的 他是傳給我朋友 他說以便進行戰爭後的媒體宣傳 而面對面或者是文字交流 都可以有相應的報酬 還有報酬 面對面或者世界各地都可以看你方便 我把他公佈了之後 他今天又發了一個文 而且他是寫反正體的中文 他今天發給我 昨天是發給我朋友 跟我朋友說要去對他做一些新戰的 一些相關的一些交流 這任何地點 在臺灣也好 在其他地方也可以 而且還有報酬 那我把他公佈之後 他今天反而來私訊 我說亞林兄你好 我是屏東賣青蛙的 請聽聽聞 您在中國名聲雀起 點擊數量億次 我覺得你此時正式完成 你選舉立委夢想時刻 我願意每天贊助你 我們工廠人工養殖的青蛙 作為對你的支持 請問如何聯絡你給我送去 所以這真的是莫名其妙 而且寫的是正體中文 我真的覺得臺灣的有關 治安單位應該要去查 到底是誰 甚至說還有 今天還有習近平來教我 滿滿的我的臉書 滿滿全部都這些 所謂的五毛網軍 一直在攻擊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正知道了